A little of 沒有到 nothing A little of Horoku gave you a lot But he asked a little of you I never It never asked a little of me 他從來不會要求我任何的東西 那個never其實要放下來 It never asked a little of me 他從來不要求我一丁點的東西 這樣做了吧 答案都不是預書的 預先你幫你們整理一下 那你稍微翻譯一下 這四句你要怎麼翻 OK,send up please 趕快點掌聲一點 來 隨便嗎 就用你的中文去翻譯就好了 在最寒冷的大地 還有最 在隨便嗎 最寒冷的大地 跟最 對 OK 最寒絕的大寒 喔不錯啊很棒啊 鬼絕的大寒 很好 那樣呢 在逆境 還有絕境之中 他從來 只要求我 後面來就很難翻對不對 在絕境之中他怎樣 他只要求我一些些些 他只要求我一些些 他只要求我一些些 好來 最後兩句應該要怎麼辦比較好 在絕境之中他 從來不跟我要求任何的 一丁點東西 這樣翻譯會更順喔 好來我們一起 來第三段有沒有人要念的 有一些人要念的 有些人要念的 有 aufge嗎 有這個話嗎 有這三段有沒有唸的 第三段有沒有唸的 有第三段有些嗎 沒有 大家都很害羞 有此停嗎 沒有 我沒有 我還記出來 如果他跟他很喜欢,他就在那边,我们在这边,才可以看过我们这段。 对他,他就在那边,他就在那边。 对你说很清楚。 好,他不錯喔 那最後一個是他在那邊的 沒有喔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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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逸層來一下 我的逸層來一下 好,下次就回到 I heard it in a chinless neck and on the strangest seat yet never in extremity it has a crumb to go 嗯 也不錯 那當然那個快慢都太一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篇 那有用到什麼東西 這一篇有用到什麼? 修持法 它用到什麼修持法? 女人 就是希望 誇世法 應該就一樣是譬喻 譬喻這個Chillis Life 跟Stranger Seed 都是代表什麼? Difficulties in your life 已經在那個困境 所以這是這一篇詩 我們來看它的押韻 Soul goes with all 那her goes with birth C goes with extremity 跟 me 所以在寫詩的時候不容易 你要顧到意境 然後要顧到用字 然後要顧到它的押韻對不對 所以Anne Dickson的詩 你們覺得這首詩怎麼樣? 有感覺嗎? 好 應該還不錯 好啦 我們一起來把它唸 然後我們再複習一下 它裡面有用到哪些譬喻法? 有沒有 imagery 有沒有用到意象? 有嗎? 有沒有用到譬喻? 暗喻還是名譽? 暗喻對不對? 沒有like的就叫做暗喻 metaphor 有沒有用到戒代? 哪一種戒代? Synictocus 這種戒代是什麼意思? 哪一小部分代替全部 哪一句? 哪一句? Peaders 對不對? 哪一羽毛戒代一鳥 來 所以這是從詩裡面 我們就去練一下這些修辭法 那我們現在全部一起來念一次好不好? 好 全部一起來念一次喔 好 來 一定要出來喔 好 來 1 2 3 go 好 來 要來 好 來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That perches in the saw And sings the tune without the words And never stops at all And sweetest in the gale is heard And so must be the song That could abash the little bird That kept so many words I've heard it in the chillest land And on the strangest sea Yet never in extremity It adds a crumple of me 好 來 這首詩 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它的中文翻譯 看一看跟你的翻譯有沒有很一樣 那我們 嘉欣 你來幫我們唸好了 你是朗誦過的 朗誦德講過的同學 來 希望是隻輕居在靈魂中 你要試個音料喔 OK 來 OK Of course Stand up please 好 來 真的要在那邊嗎 是 好 我們在朗誦斯欸 好 來 好 不行啦 希望是七居在靈魂中的一隻 毛雨不溫的小鳥 牠會唱一首無言歌 而且總是不停唱著 在強風中 歌聲更是甜特 只有暴風 若不可斥 這溫暖人心的小鳥 才會徵受驚嚇 我曾在最寒冷的土地 和最陌生的海上 聽牠唱歌 然而即使極端落魄 牠也未嘗求我騙穴赤球 你們還不錯對不對 好 來 那我們來找個男生 跟牠照亮一下 好 來 牠是哪一個吧 好 來 牠是哪一個吧 好 來 牠是哪一個 找個男生 好 來 見看是不是 OK 來 牠是我的靈魂 來 給牠打一下 好 來 翻到櫃子 來 唸唸看 中文的 英文 唸過人家 中文 總要唸過人家 那你的口罩 不要先拿下來 給我一下 我內 牠有備而來 這樣你見 OK 好 來 牠是想的 因為牠剛剛那聲音 Yeah 更誇張 希望是枝 什麼之類的 我知道 我的口音滿無後的 OK Let's make a try 來 試看看 不要 好啦 希望 好 像我 是寄居在屏幕中的 一隻 某語公認的小鳥 牠會唱一首無言歌 而且總是不平唱 在牆風中 歌聲更是寧可 只有 只有暴風不不可能 那什麼唸的 那什麼唸的 這溫暖人心的小鳥 才會遵受驚嚇 我身在最寒冷的土地 那最陌生的海上 聽牠唱聲 然而即使極端落後 牠也會長求我片血失誓 嗯 好 來 也不錯啦 好 來 宣言師 吳室的時候 就是要沒有這樣力 然後你要感覺你在幹嘛 唱歌 大家第一次學詩 就會覺得很便扭 要這樣子裝腔做事 覺得很不習慣 好 來 回去唸一唸看 唸給你媽媽聽一下 好 來 那我們接著來看 剛剛唸完這首詩 你腦中的那隻鳥 應該是怎麼樣 在空中飛翔 我們這邊要兩段影片 看一下你覺得 哪一隻鳥 是你讀完這首詩的 picture 我們不是說這首詩 有ID面 就是 lizard picture 好 我們來看這兩段影片 好 我們來看這兩段影片 你覺得 這鳥應該是 你應該怎麼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